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繪製出螺絲弓的3D出來 今天所介紹的螺絲是螺絲弓的工具 如果對螺絲弓有興趣的可以到螺絲弓的認識路門篇 都有詳細的解說這是怎樣的工具 這次所教導的是繪製出一個真實的螺絲 所以未來會使用3D來驗證這個螺絲是不是正確的 這裡我們在學螺絲弓畫法之前有幾個前提 我們要先學會了參數的螺絲篇 以及彎曲指令 我們學了這兩個指令之後 再來學習這個畫法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裡也會建議你學了鑽頭的畫法篇 這裡都會有在影片底下都會有一些連結 你可以到那邊去參考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做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在繪製以前我們先要建立數學關係式 那數學關係式要怎麼進入呢 你可以使用快捷鍵進入數學關係式 或者是說我們從上方列的工具打開之後呢 也有數學關係式這個指令呢 可以進來這個畫面 那一開始我們要設定的是整體變數 這裡總共有五個 D就是我們的直徑 P是螺絲 D1是牙體徑 H高度以及L的螺絲的長度 那這幾種你如果這裡看不太清楚的呢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會把數學式放在那裡 那給各位去做參考 那這邊我所示範的是M10乘以1.5 用這樣的方式呢 示範給各位看 那這裡呢 我的螺絲的長度是35 那給各位參考 那這邊呢 就依照各位的需求 去改變他這邊的一些數值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運用這個數學式呢 來連結這個檔案畫出真實螺絲出來 那這邊先給各位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螺絲的主體畫出來 那這邊所畫的螺絲呢 是真實螺絲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畫出一個圓 然後做一個深藏填料的動作 那這個圓呢 我們給他的尺寸呢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要連結的是 我們剛所給他的整體變數 這裡等於D 那這邊D我們剛所設定的D呢 是10mm 所以他連結的這個數值 再來呢 我們給他一個高度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 我們可以給他 一樣等於L 那這個L呢 就是螺絲的長度 都把它設定好 設定完之後呢 我在底部做一個導角 修飾一下他的外型 像這樣子 做完之後呢 我在最底下呢 做一個平面 平移一個5mm的一個基準面出來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畫出螺旋線的草圖 那這裡呢 螺旋線要怎麼畫呢 我們從剛所建立這個平面呢 進入我們的草圖 然後畫出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 你可以參考這個邊線 做參考圖圓 或者是你一樣給他一個等於D 那D呢 一樣是我們剛所連結的直徑 就是10mm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先給他一個尺寸 那這邊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 螺距以及高度 那這邊呢 我們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螺距 以及他的一個尺寸 那這邊螺距的話 我們就給他等於P 那這裡呢 一樣點兩下 給他等於L加5 因為我們剛這裡呢 做一個基準面是5mm 所以這邊是L 所以整體是L加5 用這樣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那這樣他在尾部的地方呢 螺紋的地方 才會修飾得比較漂亮一點 那最主要呢 我們一開始就先做這幾個前置 那最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掃除除料 那掃除除料呢 要做出一個這樣的斷面出來 一樣進入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如果對於這些細斜呢 比較不了解的 或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你可以到參數的螺文篇 那邊都會有詳細的說明 像這裡 這裡一樣畫出這樣的一個尺寸出來 那這邊細節我就不探討 這邊就是 運用了參數螺文篇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那這裡等於 D1除以2一個半徑 那這裡呢 H除以4有一個尺寸 給他60度 那這邊呢 1mm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這個基準面的5mm這裡 那做完之後呢 做掃除除掉 我們就做出了這個真實螺文出來 那這個真實螺文它的特色在於說 我們可以運用 數學式呢 去更改它的尺寸 那這邊呢 一樣有興趣的 可以到參數螺文篇去觀看 那我們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出其他的外觀 以及小細節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運用實體的物件呢 來做實物測繪 然後來去輔助我們畫出這樣的外型跟尺寸出來 或者是呢 你用圖片去參考 以比例的方式呢 把它標註出來 都可以的 那這裡會建議說 你有物件 有一個實際的東西 來去量測 那這樣呢 畫的時候比較直接一點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呢 要做出它的一個 餅的地方 那這裡呢 是使用 先做出一個尖點的地方 那有一些 螺絲弓它是沒有尖點的 我們這邊可以省略 這邊因為是要做成一個範本 那基本上呢 我會做出一個尖點的 那尖點的呢 如果我們有一些是 前端是平的 那我會建議 以這樣的畫法來做 一個範本 然後再把它修掉就可以了 畫完之後呢 我們在 側邊的地方呢 做一點修飾 因為我們如果仔細去看一下 螺絲弓的話 會發現螺絲弓的前端呢 是有做一些倒腳的 那我這邊呢 尺寸都是給各位參考的 就是沒有一定的 那就是參考一下 大概是這樣的形式做出來 我這邊給它標註的是8度 是一半的 所以兩邊是16度 那這裡2mm呢 是方便做一個 旋轉少數的一個動作 記得要注意安全喔 像這樣的形式把它做出來 再來呢 我們要做出底部柄的地方 那就是直接用生長填料呢 做出這樣的尺寸出來 那這裡呢 剛剛給它的長度是 這邊是35 35是那個 羅文的長度 那這裡呢 所給它的呢 是40 那這邊 讓各位看一下 給各位參考而已 這邊是40 然後它的外徑呢 是7mm 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做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除料 像這裡 我們在尾端的地方呢 做一個四角柄出來 那這邊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裡 外徑呢 我是給它一個 D等 Dx2 這樣子在更改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錯誤 那這裡呢 是一個正方琴 它的 邊呢 是5.5 就是這樣的形式 把它做出一個除料的動作 那這裡所除料的長度呢 是多少 這邊是8min 做完之後 再來做一個倒角的修飾外型 那這邊一樣給各位去嘗試它 好 那就先做到這裡 再來呢 我們就要掃除除料 那這邊的做法呢 會跟鑽頭的畫法是有點類似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畫出這樣的外型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要從一個 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從前基準面 進入草圖 那要先畫出一個路徑 那這邊我進入編輯特徵 給各位看一下 畫了一條直線以及弧線 那這邊直線呢 跟中心距離是2.5 那這邊呢 畫一條切線 那這個切線呢 就是我這個 D的外徑 所以我讓它D除以2 這邊是5mini 這裡呢 畫一條弧線 那這裡呢 外徑跟這個弧線 這邊有一個點 我給它設定一條線 給它是38的一個尺寸 然後這個弧呢 給它是半徑20 以這樣的形式畫出來 那記得前端跟尾端呢 這邊都要超出主體 等一下再做 掃除除料比較不會有問題 翻路徑之後呢 我們以路徑跟點呢 做出一個平面出來 那這個平面呢 就要做出斷面 等一下要做 掃除除料的動作 那這裡呢 就是畫一個圓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 標註尺寸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我們畫出來之後呢 這個圓 跟這個地方呢 做重合 然後圓形呢 跟這條線一樣做重合 然後呢 這裡給它一個 6mini的一個尺寸 那這邊呢 就依照各位的尺寸呢 去做調整就可以了 這邊是以一個 示範的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就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那這邊做完之後呢 我們使用環狀複製排列呢 把這個地方複製三個 那這樣基本上我們就完成這個 直型的螺絲弓的一個範本 接下來呢 是螺旋型的螺絲弓 那這邊的畫法 那這邊的畫法 前面呢 都跟直型的是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對於這一塊 不了解的 你可以到前面的單元去學習 那這裡呢 的畫法 它跟鑽頭是很像的 那這邊細節我就不探討 那這裡如果對於細節 怎麼去畫呢 你可以去參考 影片底下的說明 去參考這些學習單元 會比較適合一點的 那這裡我們怎麼做的呢 這邊還記得我們剛剛所設定的 這邊的長度呢 是40嘛 那這邊是依照各位的尺寸 去做調整的 我們一開始呢 是平面1到平面2 那這裡呢 我們就是 只有這個螺雅的地方 需要去做 扭轉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我們從平面1或是平面2呢 設定一個40的尺寸 它就會到這裡來 所以是平面1到平面2這裡做扭轉 那這邊角度呢 給各位去嘗試 那這邊呢 可能會 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去運算出來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那這裡呢 前端的話 這邊是平的 因為這一個呢 是M10的 算是比較偏大一點的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 螺絲光呢 前端都是平的 那這邊各位可以依照需求去做調整 那這裡你也可以把這邊呢 刻一些字上去 這樣呢 它就會更真實一點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去練習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螺絲光的畫法 那這邊的畫法呢 是跟 參數螺文篇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 我們後面有一些 特徵呢 是沒有連結參數的 所以我們 在更改的時候 需要去手動更改它的 好 那這裡呢 就是讓大家去學習一下 畫一個真實的螺文 以及說這個檔案呢 我們可以運用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來驗證說這個螺文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好 以及說我們有學過 參數的玩具篇 我們可以兩者呢 來去做搭配 以及學習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檔案有興趣的 我們要怎麼取得呢 那就是 未來你如果看到有一個 螺絲光測試的一個作品呢 你把它點進去 影片底下呢 都會有下載的連結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囉 那這邊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呢 我們在畫螺紋的時候 要記得 我們的 數學關係是呢 記得要連結它 好 那連結好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去更改 然後讓軟體 自動把這個螺紋給做出來 這樣的方式呢 的用意在於說 如果我們有許多 螺絲工的一些 尺寸 那我們呢 每一次都要把這個螺紋呢 重畫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那因為其他的地方 只是生長的填料以及醋料 相對的在處理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的 那螺紋的地方呢 我們就需要畫比較多的時間 以及說它有一些規則 我們需要去設定它 那我們運用的數學室呢 我們只需要畫一次之後 未來軟體就會自動幫我們做 這是非常省時間以及方便的 所以你如果 下次忘記怎麼畫了 也沒關係 好 我們只要數學室還在 我們只要更改參數之後 它就可以幫我們做出來的 好 那是相當方便的 以及說我們運用3D列印呢 來學習一下 以及驗證 到底我們畫的 是不是正確的呢 好 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 也是非常棒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二姑娘